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世界衛生組織對於智慧醫療的定義 也很明確 在WHOB16組織 講的資訊科技技術 在醫療和健康領域的運用 包括醫療照顧 健康管理 公共醫生地域 教育和研究等等 都叫做資訊科技術 在我們的國發會裡面也有提供 就是講我們的MEDICAL INFORMATION 就是有關於醫療學的資訊 科技工會 商業的交集 透過網際網路跟相關的資訊 透過的進化健康 健康的資訊 這樣 這樣 我們的醫療都叫做資訊科技術 我老師就只會留下 2001年到2015年 美國初衛 醫療 獲利 和前六百 這個不是講醫療 科技術就可以很清楚 我們從台航訪到台航訪 這是台航訪的五百 五七十二號 五七二號 各位可以看到 第一名就是講醫療照顧跟消費訊息 第二名就是講穿戴師的 就像我們電腦襪水 穿戴師跟師父的檢測器 第三名就是個人健康工具 跟我們追蹤 資訊追蹤 這是在前2011年到2011年 第四名就是支付者的管理 支付者的管理 及其證物訊 第五名就是遠距離 就是我們健康工具 遠距離醫療 是透過非常多方式 電話或是信訊 或是訊位員的影響 進行健康照顧 第六名就是診療 診療 跨醫療技術 整合管理病患的醫療照顧 這次前六個大文 在美國2011年到2015年 就是數位率 然後破了一個最高的潛力 那我們來看2011年 第一季到第三季 它的診療程序 它的排行能力的變 但是各位可以發現到 有幾個事 就是2011年到2011年 在2016年的第一季到三季 第一名就是分析大數據 這個是10名 它新出來以後 它馬上就佔第一位 所以這個分析大數據 也就是我們講的病患 現在病患有很多醫療 包括某種健康屬性的病患 第二名就是基因排序 這個已經成長得非常 對我們的美 已經成長到我們非常深的醫療 醫療裡面 集中在我們人體基因 跟照顧醫療命運 我們現在講的醫學進入 我們這次要表示 我們現在講的醫學進入 我們現在都有什麼叫做 精準醫療 我們知道今天有幾個學位 是來自醫院進入 精準醫療 我們講的就是這個 包括我們聚焦在人體基因學的改變 跟精力相關系 那第三名呢 就是穿戴手術裝 是一個生物感測器 各位導致有印象 發生任務醫療 這個也是剛剛好 那第四名就是有人醫療 也是在發生醫療 那第五名就是數位醫療器材 所以這些精準醫療 用來治療減輕處理 還有醫療疾病的這些應用 那第六名呢 那第六名呢 就是人口健康管理 那是綜合數據傳輸系統 然後又有管理 然後又有管理 那所以它的管理 那所以它的管理 那是可以看到 Vic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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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數位醫院呢 其實它會不會 如果有在這個醫療界裡頭 就知道這個功能怎麼打都很熱 我想要走到那邊會亮白一點 還是很熱 那這個跟我再沾近一點 那燈光比較不要打 那數位醫療 那數位醫療 其實在台灣有好多的醫院 都常叫數位醫療 我們叫做Smart 那我想各位看報索 或是在醫療界裡就知道 應該是很有名的 其實的地方 台大是在醫療的地方 我們就知道 本來要進行的時候 我們最近說不要學到 國台銘 他們會有同事 他現在也要同事 所以未來台大也會被醫療 那現在張基因是醫療 那還有很多亞運 還有在中南部 對 中南部 各部區區都有好多的智慧醫療 都有在各大醫院裡頭 所以他們要討論 他們要討論 那以我們的醫院來講 醫院 那數位醫院的等級 就來自醫學中心評鑑 醫學中心評鑑 醫學中心評鑑 它是有條文 那在今年的條文裡面 他就明確地把醫院裡頭 如果有智慧醫療當中 講一講 這個意思也就是說 智慧醫療 其實不只是評論 在我們的醫療裡面 都已經當作 醫學中心的講一講 那我們來看這個 這個數位醫院 數位醫院裡頭 可以用一些新創器 包括照顧規劃 醫療控育的公益管理 而放射警 自動的醫院也有在做 放射警 也有患者 還有患者 還有患者 還有道路管理 醫院導致 這個重新就職 還有這些 感染 理解 這些等等 轉介手術部隊 通路專門 這些全部都是有規劃的 像我們福利大醫院 我們醫院的行政主管 醫院裡面 醫療主管 醫院是醫療主管 醫院長 醫生計的委員長 醫生計的委員長 但是我們醫院的行政主管 都是自動委員主管 所以我們醫院非常 依賴醫院 非常強調的成功 因為我們的行政主管 行政的內容 主委 他是來自這個AI組出身 那其實 這些改善工作 有從將進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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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大家可以 都會調整這個方向 在一起 那全球數位醫療 投資案例的分析 我們來看 你這個個人化醫療 沒有次的兩側分析 那當然很有名的就是 中國 那江某呢 之前 他也有自己的手法 他也有連接他的手機 那另外 有Ridbit 那是2007年以後 他也有創建 那時候也是手續上去 就是穿戴穿戴穿戴 但是呢 他們後來認為呢 他們的市場 好像也有辦法操毀了 一個網絲 所以他也有很大的想法 另外呢 我們也要去穿戴一下 就是有一些穿戴的手錶 E5 連接力的手法 還有這個最新的 另一類有相關的 叫Portis Portis 它也是給我們投資了 4.20 它主要是在 這個加州 紅布中是傳入在 2001年上去創立的 它主要是數位的了解 甚至還有數位的藥物 甚至還有數位的藥物 這個數位的藥物 它可以噴進去 噴進去後呢 噴進去後呢 這個Portis 噴進去後呢 你的這個藥物在我們的體部 它會有感應我們的胃酸 它也會貼在皮膚上的貼片 然後你可以得知道 任何的生命採取 然後從心跳 然後從心跳 心跳 然後從心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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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都會去幫忙 受到個人的社會手指揮 所以它不僅可以採取 它還有創新 那當然它的特點就是很清楚 而且非常容易的 掌握病的健康系 它有助於幫助 我們叫FINION 和家族 還有他的EWIN 所以是知道 這個個案是有的 這是Portis Portis 現在在美國的地方 那另外我們來看 我們剛剛講的 在2005年 第一季到第三季 現在過於這個 原料的情況出現 它的數據 跟利安分析 分析在這個民主 決策的基因的概述 它這裡也是一個 原料理論的 Fedra Hex 這個Fedra Hills 它是成立在這個 就是這個 我們的科技 就是在一起 它是成立在這個 它是一個醫療分析的 它利用很多的數據裡頭 透過疾病的資料 然後讓健康的醫療 去公開的方法 讓醫療能力 能夠給患者 找出合適的方法 這就是我剛剛講的 現在在講的精準的醫療 因為我們推到 我們要推到 我們可以講的 比較清楚的 就是Precision Medicine Precision Medicine 就是我們去找一個大數據 測出來 因為我們 這類的精準 會犯出什麼樣的疾病 然後就避免 會避免將來 同些疾病的不發生 另外也有一個 Botelf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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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是成立在 歷史上的 在歷史上的 歷史上的歷史上的 在歷史上的 歷史上的 違憲研究 取代太多 溫熱愛啦 比如說 使用者 只要到八秒鐘 分 lider 歷史上的 歷史、 Insultine 這一定很特別 captions 可以開發起 解働我 小運氣 但在歷史上的 歷史上的 最多 snelbe 一些知可 也在 Tre 血 band看 跟田 成立 歷史上的 管理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 智慧醫療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Smart Cosmic 或是我們講的 Smart Medicine 它的智慧醫療的大規定 其實利用在遠端 現在是非常利用的 人工智慧在我們講的 人工智慧 突然有一個想像 你們覺得AI 就是在醫院裡 我跟我們的主管 一直在開會 醫院對於人工智慧跟智慧 醫院他們覺得這個好像是 大陸的名詞 是嗎 人工智慧 AI是不是要在開會 把我們翻譯成人工智慧 中國講智慧 中國講智慧 所以智慧是對的 人工智慧 因為他們一直在智慧跟智慧 智慧之間 就是 Intelagement 或是 威脅之間在 所以我們還是要講 很多智慧 很累 比較多 謝謝 所以 好 我會講 這個人工智慧 在醫療裡面 一定有 其實都一次 一定要來 來自BIG-GETA 所以他們來說 我們一到時候 有很多BIG-GETA 來透過我們的診断 後我們就不需要 有醫學的流行感出去 因為我們自己就可以用 BIG-GETA出來 用資料 這個BIG-GETA 就是人工智慧 在我們醫療裡面 其實可以在 就是我剛剛說的 精準醫療 就是Prestition Medicine 還可以幫助我們做診断 然後也可以做到 我們引發 醫學的影響 還有我們健康的 那精準醫療 就是在我BIG-GETA的時候 基因 就一個人第二名 基因的短入血 大白症的組織 還有代謝的組織等等 都需要大數的資料 那輔助診斷也實在 醫生需要這些病例的資料 有什麼東西的資料 還有最後的方法 來做醫治 在藥物方面 也是需要疾病的需求 我們開始清楚 要有安全性的 消息的一些收集 影像也是需要非常大量的 影像儲品的資料 還有各大疾病的病理固件的切片 來判斷 來做一個 會者病人的課 會發生一些疾病 那健康管理 在生活習慣 看這治療病理固件 也是需要收集 那接著我給各位看一下影片 因為接下來我們要講 這個IO7 那IO7就是一個 因為我老師 叫我爸爸上了這堂 可以喝到我也開始很好吃 就去網路點 等一下 什麼叫互聯網 IO7的資料 你知道是什麼東西嗎 你知道互聯網 IO7 它會創造出更精采的生活事業嗎 舉例來說 早前經營和機動場 它向一氣候和電池設備 之間的轉過 不過 時時刻刻都要去注意這些變化 去手後調整 實在很辛苦 它希望會有IO7 比兩天氣設備 能夠自己調整 而老王 是兩樣人家 他知道 那主要系統的環境條件 於是設計了老文箱 但是 他會去隨時注意應用的狀況 尤其當鳥組的人 找到一些黃零鳥時 他基本是不容易的路 老王 希望通過手機 不能掌握小鳥的狀況 並迅速回報 讓鳥組人操機 然而 既能設計的自動化系統看對 又怕別人會走上 你的密集圈 失去事情進行力 早晨 老王 都有互聯網 IoT的點子 但不是怎麼合適嗎 搜尋 IoT DIY 這是一個好地方 提供各式IoT道具 社群討論 增加輸注 重點是 只要四個步驟 就能建立IoT 和危機目 一樣簡單 第一步 取決電力的手機 造成哪些電器設備連線 第二步 在一端 點擊你自己的訓練 讓電器之間的運動 可以隨意進行運 第三步 購買電力模組 裝到電器設備上面 第四步 將點擊完成 或直接購買的訓練 下載到手機 和電力模組 然後 開始你的IoT目連網吧 很快的 他們利用交平台 做出自己的IoT系統 即使不同操控器 各同各列 都可以擁有自己的IoT IoT如此簡單 經濟 快速 只要DIY 人人可以打電話 這個是我昨天去看的IoT 先問各位IoT系統 我只能給我搜尋一下 各位知道I字 I字 Internet 還是Intelligence 是的 還是Internet 還是International 是International 好 我們來表決一下 IoT的IoT IoT IoT 那個智能 還是International 二 國際 還是Internet 網路三 我們來說 各位表決一下 贊成是Intelligence 智能的經濟手 各位是很害羞嗎 我們知道要學的學生才會害羞 社會人生都不會害羞 贊成第二個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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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個 贊成是Internet 其實它是Internet 因為是網 IoT 那個T是什麼意思 對 對 所以我以前也不知道 我們IoT是 原來它是講反國 我只知道物聯網 物聯網 原來這個字 沒什麼事的事 叫做 IoT 那所以這個IoT 其實就是物聯網 各位知道你們的手機 最起碼可以沒遇到 你拿幾個 自己的IoT 像我一定會 你到我家的消息 所以我出來的時候 我當地上 沒有人 因為我給他試了 十遍 第二個 就送到我們在中心 因為現在體中心 有IoT 所以這裡你可以到你 不要怕 我就收 他可以給你 這個都是很容易做到的 IoT 這個醫療大陸 去分析品牌 跟這個 一律子 這個是因為我們 就是老師的品牌 對做的 非常多 然後老師說 因為這個 他今天是有一個 初次 因為這個 很多 提供品牌 但是 我們看一下 我們應該是 醫療大陸 都可以做到 這個 醫療大陸 先講 Idea 是 就是 講 醫療大陸 醫療大陸 就是醫療大陸 醫療大陸 在檢減裡頭 數據 是最容易拿到的 醫療院來講 還有我們做的 人工精神 然後將患者 屬性跟檢驗數據 的關聯分析 並且能幫他做 疾病預測 模型的預測 接著我們以代謝症候群為例 我們可以做疾病分析 跟他的預測模型 這個一定需要 健保局的update 所以健保局的資料庫裡頭 再加上我們醫院的問卷 還有我們醫院的健診 還有臨床醫生診斷 問卷裡頭 問到病人的生活習性 健檢之餐測 他的一些life data 然後臨床醫生的diagnosis 將這些串在一起 再跟全民資料庫 健保局的資料庫 找到病人的健康床 這一等等的 我們要做什麼串聯 我們要做一個疾病的串聯 我們要測出來的是 這個疾病的程度 跟特蘭 共病共要 屠口的死命的相關性 所以我們會輸入個人的特質 還有家族的定食 健康行為 還有生化疾病的食 那我們這是intech 就是輸入 all code就是輸入 就是生化疾病的物質 還有基金官的物質 還有照顧效能物質 那all code 2 是我們會real age 真正年齡的評估 就像我們古名一樣 我們要真正年齡的評估 還有健康程度的評估 然後後命變成死亡的女性 這些大數據是很重要的 我們一定要來看 那比方說 我們去找了一個某一區的人 他的抽菸希望 我們把這些數字 在2016年 我們把它correct 收集之後 指上這一區 按照一個女性 他沒有抽菸的女性 這樣子 還有抽菸的女性 如果你的話 這個圖會比較清楚 看這個圖 下檔的圖會比較清楚 沒有抽菸的是紅色 然後這個 有抽菸的是藍色 我們用這樣子的data 跑出來之後 然後 剛剛是講抽菸 現在呢 這個是white cup 就是白血抽 白血就是看你的發炎因子 也需要搜尋到這個 間諜裡頭的資料 可以畫出你的評估 然後接下來 接下來我們用這個 就是平均的血溶劑 再加上這個alpha alpha的白蛋白 我們也是做一個回歸性的評估 這些都是從這個檢驗數字裡 都測出來的 我們可以做一個簡單的出戶 一個機會 在你的橋頭區裡面 你的收縮壓異常騙高的 跟你的高密度感 就是異常的偏高的 這類的人 這一類的區域 在台灣來講是相對的 那它的信賴度是100 也就是100 這來自於全台灣的屬子 那另外就是橋頭區呢 收縮壓根是異常騙高的 男性 尤其是男性 那高密度感染層 也是異常騙高的 這個現在訓練是很高的 這個意思就是 你可以用流行統計權 看出台灣的數值 那另外來講 心跳異常的 或者是高密度的HDR的異常 它有一個編號 那你可以去查這個編號 你就可以測出來 這總共有號系列 你就可以用Big Data測出來 你這一區的人 總有可能發生的一些疾病 那另外這個也需要 這個很簡單的來看 如果說你的B型幹原 B型的表面抗原 是代表者的男性 我們測出來 這樣子在台灣來講 你的糖化血色素 糖化血色素16.42% 然後白蛋白 尿蛋白7.46%等等 它可以套出這麼多的統計數字來 你男性來講 他可以套出這麼多的統計數字 你就可以預測 你的佛人的健康 那另外這個也是一樣 另外這個圖呢 就是告訴你 如果我們今天 就舉例的是代謝症候群 什麼叫做代謝症候群 就是三高 三高高血壓高血脂高血糖 再加上這個腰部很大 這個叫代謝症候群 腰位比較大 腰位比較粗的 還有高血壓高血糖 叫代謝症候群 所以你用這樣子的Data來測出來 用2019年 然後全部的 全部的這個 性別 哪裡都有 那區域 就是看你要整理的哪個區域 年齡程序 你直接整理 如果呢 就是你這個意思 你的鞋齒 鞋齒高 血壓高 血糖高 再加上肥膩高 那你要看 你測出來 你都沒發射後 男性有 男性有多少人 子地藏 女性有多少人 子地藏 這個 這個是Viccator 可以跑統計分析的 所以本身要 這個資料收集要齊全 然後自己也要回跑統計分析 所以那個醫療大宿命的分析 平台跟經濟率 其實在我們的代謝症候群 還有我們的腥料肌症候群 各位可以看得到 這些都是我們國人的這個病 那這些都可以補齊 因此最重要的還是我們剛講 我們的欺騙類別 資料的收集是最重要的 還有全民健康也是最重要的 所以為什麼在美國 在歐巴馬政府在的時候 他的金主業料 他的收集被他都會知道是哪裡 美國哪裡 因為美國哪裡 因為美國哪裡要進來 一定要出去 所以那個時候 在歐巴馬政府在歐巴馬走行的時候 然後他的虛擬盒 他是首創這個虛擬盒 因為他必須要預估美國人的經濟狀況 還有預估美國人的一些 這個什麼 身體額測 跟他未來的經濟 有什麼規復性 所以呢 他就會搜集了一位 大病毒 美國人 靈多藥 剛剛有什麼都有的性 那個Data 他就能夠跑對頭繼續 各位也知道 如果照這樣想 你們認為 全世界要跑精準醫療的Data 他數據最多的應該是哪一個 中國大陸 對不對 沒錯 所以中國大陸現在的經濟力 非常大 尤其是他們只要在偏向的醫學 如果說有點請 他們的抽菸師 他們有點提供 所以也可以知道 並估中國大陸 一側的經濟力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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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我們來講一下健康語法 那健康語的概念 就是提供顧客 這當然就是我們 台灣健保局在推 提供顧客次文健康管理等 一端平台 提供顧客生理數值 的Apple上傳資質 然後結合企業的 人工健康管理 然後結合大數據評測的 健康評測方法 提供健康管理相關 醫學的情報資訊 這個是我們的健康語的概念 在受試者裡頭 他灌在自己的手機裡面 他會有他的血壓血糖 然後這個體溫 體重 等等的資料 然後他會將他自己的血壓 測出來以後 他會跑一個圖 他會跑他自己的圖 這個跟我最近在 比方說我的體重一樣 在VMI 他說每天都會測量這個圖 你可以追溯性的 跑出匯率性的圖 健康語其實他就是可以測出來 你現在的狀況 跟你預估將來 什麼時候 你的壽命 你的余年還有幾年 他會透過你的生命曲線 他會告訴你 你可能還剩幾年 還把我現在活著的時候 這個也是一樣 你現在的血糖 他要把他顯示 你等等的 你跟你同一族群 比較起來是怎樣的Data 這個Data的比較 都要給自己 這個VMI Data 跑出來給你看 所以他會估計你的 你的高血壓 他的病高血壓的風險優勢有多少 這個是來自於你客人 跟臺灣的數字 所以一定要有很好的Data類似 所以客人健康語 客人健康語的發展 就可以越多未來 沒有兵可能回到自己的基地 還有未來醫療的一次 這應該就是最後一篇 這是我們最近發表的 楊老師的團隊 跟我們醫院的家醫科的 洪偉傑洪主任 他發表出來 已經接受了 他可以從這個 我們國人 配合你的年紀 你的性格 你的飲食 然後再配合你的疾病史 然後你的這個物品 射出來 你個人 未來你是訴訟真的客人 請 這個已經跑出來 Ansha Binkela Ansha Binkela Binkela出來以後 你就可以認出每一個人 他的Ostriosis 就是你所說的 那你自己就知道 然後我可能將來活得到 股松的可能性是百分之六十 那我現在就趕快注意 去補充 維他命的V 還有 那個鈣片 還有多曬曬太陽 還有多路 才能夠保護我的股梗 將來才能夠得到 Ostriosis 這是公正的 那因為我們一大的 楊老師團隊 他是學生化的 那一大部分 也非常重視 AI和修理的 所以在集市 在南港的AI 我們這邊都有學生化 那這些都是我們附近 已經有在進行的 有那個機器人 那還有呢 我們在一起 就是這個 這個機器人 這個是出租的 這個是娛樂系的 還有什麼臥床的一些生物的 建設表 連接到我們的貿易圈 和個人的生意形象 那這個就是 老師上次的機器人 然後他開了幾句就對了 這次就是你回來 而我們這次呢 正好 就是對大會有期望 我們來講一下 我們有參加在AI的 我們本來也有跟 大會AI的 也有實情的機器人 其實不知道為什麼 後來這邊 其實都沒有進步 但是我還是可以給你們開啟 我們當中是不行 因為我大概想要 申請的機器人 因為這個機器人 是我們 楊世衛老師的犯罪 那我大概想說 藉由這個 AI Go 能夠休息 在我們的教育部署 那就是 謝謝各位 那我記得我有 無法讓我 來幫我參與這家 因為呢 這次的AI Go 事實上在 以前我們的醫院 有一個 前一陣子的醫院 有一個先進醫療的支部中心 我們醫院自己的社 它是靈魏警告專 所以它也跟我講 從AI Go 希望 要進入 一些計畫案 因為 也有一些先進中心 那因此呢 它有些註定競賽 那比方說 像有些飲食追蹤啦 或者是用藥機器人啦 或者是 促進AI的一些技術揮動 那我們的醫院 我們講的計畫 所以我們醫院就提了三個AI 因為我們要進入 在我們醫院算是 一個比較Active的醫院 所以我的腦袋 就是一直往前衝 就 每次招牌 因為我們講過 我們就馬上提案 所以我們提了三個AI 一個是皮膚科 一個是全人醫學科 一個是藥機科 那我們來開始吧 一份客題的案子 一份客題的案子不要適應 有一點點 好 好 這個是我們 好 好 這往下拉 我們等一下 這 這往下拉 因為這是出題的 單位是我們運用 我們運用是三個案子 好的 我剛剛講的是皮膚科 但是這個也是皮膚科 這個是運用自我條件 衛交同時 結合手機智能小幫手 這是皮膚科 對 因為它要被坐瘡的病人 治療的成效 所以那個時候 皮膚科他就設了一個 希望能夠有這些 運用這個 自我條件的模組 然後跟這個病人的 手機都會聯繫在一起 所以這個案子不來通過 這個問題已經通過 所以這個AI的 這個案子 也是很容易 而是運用自我條件 衛交的模組 結合手機智能小幫手 幫助這個坐瘡的病人 了解這些相關的衛交性知識 以及他的追蹤病情 也讓護理人員有效追蹤病患 也會比較適合的情況 那這個案子 那我們接下來的第二 第二個就是我們的家醫個體 謝謝 謝謝 來 歡迎答案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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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自己這個 叫親媽醫換 哈哈 yuan 增加一位體� 對 他的那個體物是 二十四小時飲食 最終跟全人體置 也是一樣 sair decrease 因為它是利用人工 czy 機器人的螢口互動 詢問的調查方式 應用在我們全人營養的 你食記錄更建議 那他是因為 這次這個 飛m automation 直接根拎 我們的隨後燃食套 所以營養坤希望能夠智慧機器人 有一個互動的方式 下一題 要經過用手 要經過我們就剛剛講 希望 AI 夠遠也能夠升起一個真正的運動 我們希望用虛擬胃膠的機器人 一起共同手 互動到安全的好方式 因為我們希望讓民眾跟病人了解 用虛擬胃膠的實用 我們通常都是靠耀室對應的在味道 所以這樣子非常花時間 而且也非常勃勻 所以我們希望有一些找機器人 模擬的機器人 能夠藉由很多多元的管道 進行特別式的用到味道 或者是帶到病房裡面 營定你的各種味道 然後搭配我們自己設計的警告 還有海報 味道單的輔助工具 來傳遞這樣的藥物資訊 這是當初我們這樣子來想的 那為什麼會這樣想 因為慢性疾病的服藥出重性 其實在台灣很差 台灣只有五十個個子 只有一半 所以有很多高血壓的人 他服藥的出重性 就只有一半才吃 另外一半就不吃 那會多出四年五倍的 外型病的縫隙 那所以呢 要是要從事這些醫療照顧 要叫病人好好的吃藥 聽起來很簡單 做起來卻那麼困難 所以我們希望有一些 就是整個模擬機器人的 機器人的問號 機器人的這樣的動作 然後呢 機器人呢 他也不更好情緒 他也不會因為今天問的 二十個病人 他的臉都不臭 他就會告訴你說 安保已經告訴你 你整天在問號 他就不會有這樣子的規則 那我們再來打算 機器人來後 我們可以幫他設計衣服吧 那這個案子後來就是 好像有就沒有朋友了 可能是要是哪一般的 但是我們還會再見再立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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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是我們 一大戰音樂升級的 三個美麗愛課 那我們講完對 對楊老師的 謝謝 講完楊老師給我的獎頁之後 稍微 大概的獎項 我們就要做到 拿到來的專頁 一個專頁呢 就是我們的物理網 配合我們的手機下載 用藥衣服 都應該看得出來這個 這個也是死的 那個金棒 那很厲害 放得多了 百分之八十小時 我們的小藥術吧 好 新藥術吧 好 另外呢 我們很有感配 因為這些釀藥衣服 這些釀藥衣服 這些釀藥衣服 這個都已經刷刷拿到了 這個釀藥衣服 也都是透光物理網的概念 一般我們就拿了一些釀藥衣服 我們的鮮藥衣服 我們的鮮藥衣服 有報紙 有受出這麼多 他就能自己設計 那帶著跟各位獎項 有剩下三分鐘 那用藥衣服 我們用動畫的方式 那也是提醒我們 遠距離醫療的病人 如果他能夠下載到他的手機 我們可以告訴他 他使用藥品的外觀 注意思想 我們不要吃了 要怎麼丟 然後還有健康管理 然後可以提醒他的 又要吃到的 要提醒他 告訴他要吃到的 那藥品的外觀 我們也不捨在裡面 那這是藥帶 我們也會教他 然後我們 針對我們照顧的這些外勞 有些是講對不語言的 所以呢 客家版文化 我們都有 還有這些英文文 我們都有設在裡面 那這是我們的藥帶介面 我們會告訴他 這麼多 怎麼樣丟藥 我們也會告訴他 另外也有 這個藥品也是可以提醒 你照一照 你就知道你吃什麼藥 那這個道點 提醒的藥物時間點 我們會跟大家報告說 你要吃藥嗎 很清淡 那另外呢 我們有多的也是一樣 健康管理 我們會有把自己的血糖 然後我們會做成一個客服 我們會做一個健康管理的圖 我們會做一個健康管理的圖 那這個個人的血糖協制 這些的變化 這是我們 無管道程度自己做的 所以我們有拿到一些專意 這是我們的支持的 後半段是我們比較熟的 那前半段就是 我老師介紹的一些講義 那我今天就講到這裡 謝謝各位